今天問一下玉峰說 有個 有些女生就愛看這些戀愛劇 對 愛情故事啦 撒毀 那個真的是開得很虐心說 然後有一個女孩以為遇到了真愛 可是搞到最後沒了青春還人才兩世 很多女孩子小時候都喜歡看那一種 抒情小說 霸道總裁 這個霸道總裁聽起來很厲害嘛 對不對 這個女孩子是外商公司的一個 算是業務頭 然後呢 去跟台灣的大老闆 女孩是外商公司的業務頭 對 他是做業務頭 也很厲害 業務代表 然後呢 他這個台灣的大老闆就跟他很好 那跟他很好的情況之下呢 後來這個大老闆呢 就是每一次出差都帶著他 每次出差去哪裡都帶著他 那久而久之啊 出差一次 兩次杜拜啊 然後東京啊 繞著地球跑之後呢 慢慢就有了情訴了 有了情訴之後呢 有一次 他們去倫敦 他們就發生了關係 就是很浪漫嘛 看到大笨鐘然後什麼 就發生了關係 發生了關係之後 倫敦之眼 然後你一直轉 對啊 就真的很浪漫 然後這老闆啊 就是發生完關係之後啊 就很慌亂 他說我沒想到 我是會做這種事的人 對 那我對你是真心的 那我再在倫敦幫你買個房子 第一次發生關係就想說 人家送鑽石 送什麼 人家真的都買房子 心裡當然說 沒有 沒有 用獎的 這樣不好 對 有 對 所以這業務 他也是見過市面的喔 他就想說 對 反正他後來呢 就是想說 這個老闆可能也是說說而已嘛 買房子讓那麼簡單 沒想到在整個出差 出差的過程當中喔 馬上就找來的律師 找來的開發商 然後就去看 然後就請律師 就把他見證 然後把他過戶了 就真的有一個倫敦的房子喔 現金買乾淨沒有貸款 對 沒有貸款 然後就覺得說 他這個老闆應該是 對他是真心的 然後就開始喔 接下來的三五五年 就死心踏地 就跟著他 然後對公司也是盡心盡力 好 重點來了 生了小孩 生了小孩 那個懷孕的時候 可是沒有結婚 沒有結婚啊 這老闆有家庭啊 然後呢 生了小孩之後呢 就是懷上的時候 女生去跟男生講 還很緊張 他想說老闆有家庭 那他會不會覺得 我生了小孩去干擾他的家庭 沒想到這個大老闆也是 很傷誰 就說把他生下來 在杜貝幫你買個房子 沒有沒有 要是限時一點 在大安區幫你買個房子 買哪裡買 捷運貢貢 他說以後你上班也方便 但不能買你的名字 因為這種大筆金額 我們可能要用公司的名義來買 但你不用擔心 最後我會轉到你那邊去 然後你照顧小孩 你就安心的生產 聽起來是不錯 我在倫敦有一個自己的房子 在大安區也有一個房子 可以生養小孩 而且他那時候應該是很感動啦 就是男生願意說你就生吧 這個很不錯吧 然後就生下來 生下來也去做了月子中心 然後回來之後 就是在大安區的這個 供購宅裡面 有一天就叮咚了 叮咚以後他就打開來看 因為那個對講機 就看到一個歐巴桑 歐巴桑 歐巴桑喔 然後就看到那物業在後面 一直在拉歐巴桑 歐巴桑說我要上去 我要上去 然後上去就發現說 你知道我是誰嗎 我就是他老婆 歐巴桑 對 就是那個老闆的老婆 我以為他媽咧 你怎麼講歐巴桑比這樣 對啊 屁股都有 然後這個業務 就是把他的小孩子給抱上來 小孩都生了 不然你想怎樣 結果這歐巴桑就講說 你不是第一個 你也不用太擔心 後面我們的律師會跟你聯繫 那請你就搬出去吧 這個是公司的資產 然後就開始打個亂 給那個老闆 不接 不接 然後抱著小孩去公司 要找老闆 連BB卡都進不去了 然後整個公司的人 就好像在看他笑話一樣 這老闆前面不是很有氣迫 生啊 生下來啊 對啊 很多男生都這樣啊 然後前面就是講得 跟什麼一樣啦 天下無敵 然後小孩生下來就有氣無力 就... 結果呢 公司也找不到人 但是沒辦法 台灣就待不下去了 因為整個業界都知道這個事情了 然後呢 其實他後來才知道 很早以前大家就有在傳了 只是他被自己的結界給蒙蔽了 他就覺得老闆對我是真的好 那他就想說 好吧 那就廢去倫敦吧 他倫敦還有一個房子嘛 後來才發現 倫敦那個也是一場騙局 房子有買 可是呢 倫敦買房跟台北買房又不太一樣 台北的狀況是說 你要有土地權狀 建物權狀 然後呢 你登記之後會有一個地震機關 就是會存在那裡 所以呢 你在台灣 確定你打出來的成本上面 是林玉峰 那房子一定就是林玉峰 可是呢 在倫敦在國外買房 他都是透過律師 那些文件就在律師那裡 可是呢 他當初簽下來 其實是簽給另外一個人 有沒有買房 有買房 可是是簽給另外一個女生 並不是簽給他 那他那時候就是被粉紅泡泡給 給迷惑了 他不是要簽名嗎 對啊...他就做兩套啊 他前面那一套只是讓你簽開一筋的 可以簽一堆文件 簽的你不知道簽的是什麼 對 實際上有沒有買那房子 有買那房子 老闆買給另外一個女生的 可能是他的人頭 這男人也太壞了 對啊 那沒辦法 叫什麼名字 那個待會再講 這男人太壞了 到最後就是 就是真的是 也沒有他的下落 然後到最後也是在國外 感覺上 應該過得不會太開心 但是這個男生 最近又有新的女朋友了 對 所以他就是一直來 一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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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說就看誰 不小心 就掉到這個陷阱裡頭 之前都沒有人揭露他啊 之前都沒有啊 上善書老師 什麼只會命格的男人 千萬不要相信他那一張嘴 這樣你氣噗噗在說 等一下中獎的男生不是就來找人 不要有現場的人 我就不會動手 老師有我嗎 不告訴我 我好回來 我先打一下預防針 對 上榜的男生表示什麼 都是超級業務員 那可以再跑回來了 是不是超級業務員呢 超級 高講話啊 所以高講話沒拜啦 主要是什麼 都是因為你們設事衛生 孔子早就說過 聽其言要觀其行啊 是 你怎麼可以說聽一個人 高講話就都錄到信 所以大家上榜不要怕 不要怕 來 我們先看第一個 太陽加上巨門 再加陀螺 這三顆星的人 碰風第一名的 我沒有 碰風第一名 對啦 碰風第一名有壞嗎 沒有壞啊 可是有很多人就吃這一套 比如說他一講一講動不動就說 那個篤鱗他就住我家隔壁 我常常跟他碰到面 像那個玉峰 有時候喝酒他都亂吃亂喝 像這樣的人 不經意之間就把一些名人 動不動就拿出來 有些這些人 講的 你跟他很熟是不是 對 可是你看 是不是很多人吃這一套 對 所以這一套會有用 自然而然就會有這樣的人出來 可是你看 以太陽加上巨門加上陀螺 這三顆加起來來講 有的時候他是在幹嘛 幫自己壯膽 是 為什麼 因為他怕自己分量不夠 他是老是要抓很多的人 來幫他背書一下 表示他真的是有實力的 對 所以碰到這樣子的人 你也不用 一定要去拆穿他或如何 你只知道是怎麼樣 剛剛講的 聽其言觀其行 看他怎麼走 所以像這樣子的命盤 通常都是言語的巨人 但行動的侏儒 所以其實殺傷力不夠強 但是接下去第二名的殺傷力 就厲害了 這個怪 連針加破均 再加零星 這三個 這個很會開支票 開支票叫什麼 我今天要追求某某某對不對 買個跑車給你 倫敦買個房給你 對 搞不好 對不對 而且還特別要去買那麼遠的地方 讓你很難處理對不對 而且他開出這種支票的時候 臉不紅氣不喘 對他來講 他是真心要做 只是來不及做或者是 有的時候是來不及嘛 因為後來就變心了嘛對不對 這個好這個好這個好 還沒變心 車子還在等 車子還在等 對 沒有 我都用這一招 對 當時買一個先付頭期款 對 後面你就在等 每個月的貸款 對啊 就中間隨時每天 要跟你那個 有的沒有的 而且他買那個跑車 因為限量款 要等兩年才會交車 還在海上飄 對 聽起來都覺得 這人對我實在太真心了 你有沒有 氣死了 可是像這樣的亂開支票的人 相對也是 屬於那種 他先騙 騙到最後真的成功了怎麼辦 是不是很多人 以前馬斯克剛開始講話 我們會不會也覺得他是騙子 你看他剛開始 馬斯克在講電動車的未來的時候 很多人是把他當騙子在看的 尤其阿里巴巴那個馬雲 當他開始說他可以做到多大的時候 各位他是不是也是當騙子在看的 對啊 誰這樣 各位還這樣 高囂 對 高囂 亂開支票 萬一成功了呢 可是畢竟成功的機率 可能只有一千萬分之一 大部分的人仍然是個騙子 所以還是要小心謹慎去注意 是 然後第一個是什麼 貪狼畫 我都沒有 我沒有 我沒有 貪狼是一顆好心 但是他貪狼畫技 是 我都沒有 貪狼其實 你看吧 貪這個字代表什麼 氣圖性很強 要的很多 對不對 可是他這個畫技 這個技一下去了就是 我今天一得到就不珍惜了 就覺得這跟我原來想的不一樣 說不定下一個會更好 所以貪狼畫技 我們某種程度會說他很花心 花心的原因就在我剛剛說的 多多益善 拿到了永遠不夠 可是這樣的人是不是 今天對他來講 有的人是這樣 手上有個一千萬就覺得 心滿意足了 可以退休了 貪狼畫技的人會覺得我手上有十億還是不夠 我要一百億才夠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 以貪狼畫技這樣的人 在感情上而言 是不是就容易變成了花心大蘿蔔了 花花公子的類型了 所以我們要了解 人生真的很難 剛剛講這三個都是超級業務員對不對 超級業務員是不是成功的機率很高 但是萬一在還沒成功之前就被戳破了 那是不是就是大騙子 很多人就講我是大騙子 我只不過只差最後那一步而已 對啊他要成功了 他真的就不是騙子 成功他就過關了 是不是 所以人生很難 難就在這裡 你怎麼去判斷這些人呢 所以一定要有一些人生經驗才知道 但我們講過了 你不是過來人 過來人的話你就聽不懂 你一定要被騙過了 才知道什麼叫騙子 是不是 所以這就是人生 接受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 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神準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祕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